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院的菩萨们陆续上线 一切都是自动自发的精进 大家欢喜来读圣训 让我一次次与先佛更亲近 感谢先佛教导我幸福的道理 给我汲取太和正能量 让我全身充满太和元气 这是幸福满满的修行功课 也是心灵提升的美好资良 愿一切都平安吉祥 愿世间都和平安康 感恩上天的慈悲 感恩上天的慈悲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到第九十三次的 世界大同圣性的研读 今天我们依然要来研读的是 盗窃乱贼而不作 今天要特别读的是耶稣基督的慈讯 好 那我们把前面有三篇 再来复习一下 那个俗俊 盘随老人此讯 今次要跳出 种种的拘束 抗心西谷 丁仙者丁竹 守真理套助 把众者背部 六九六宿竹 通向安苏 手细的旧屋 已然乐如如 是此等大事 操脱生死苦 静往老母慈祥的安护 得天大满足 咱们凭借的勇武的精性 一直照顾 而不再敬故 调和那水乳 莫说南上南 灵灯亮起露 心灵气露 把握这一路 劳苦既归无 可真君此讯 修始之志 起通谈 祝数家天 守莫放 不中断 终生乐道 信安然 当知事里 难有尽 曾之闪光 悔知己情 则暗 全真除必 保险光 得和天地 下城上 寥寥昏明 不暗昧 礼卧景 勤归心臣 不明瓦 不直望入 做道美 感动照明 顾本来 自服天 一切初衷 不怕 然 农子若失 顾顾照 延迟安定 有条理 不问乱 海寒 春雨 好标竿 穿流不息 可童话 则极有缘 是真才 恒火关 与生俱来 本圆满 穆罕得 此讯 皆在世人 不明道 心有物欲 如私然 忘本来 又是乌云 真月般 花花世界 五真竹 身陷红尘 眼光短 五红光 只为生前来计算 台色泉鱼 穷打转 沉沦不醒 难刻念 整呼唤 纸醉精明 起闲然 当之有形 皆虚幻 西施跳脱坡 人好观 勿千才 无挂无碍 最幽然 神灵共聚 多美好 引着无门 入彼岸 出苦难 有无德人 天梯攀 天脸相会 勿轻看 被诚合觉 光辉战 智慧生 仙才有道 智力才 好的 今天我们要接下来的是 最后 有四段 那这个是耶稣基督 慈悲跟我们的训绵 来我们请素如 帮我们读一下 耶稣基督慈训 寡欲定气 致原以 生命花朵 增灿烂 香气满 且把虫乙 即进山 大爱纯经 不会广 心知田园 众志善 善 献功德 此身善用到气段 一本至成 安身法 不至不求 里外安 无分乱 定境之中 做一番 诸言义事之把握 内外兼修 本方万 习年华 分方 必分 天心欢 好 这个地方呢 重点在于 耶稣基督勉励 我们要有大爱 大爱 纯经 福慧 广 这个福慧 当然是给众生的 付出我们的大爱 当然我们自己本身 也会有很多的福慧 从付出当中 去成长 心知田园 就好像在根 一块心田一样 那这块心田要根 需要一本至成 不至不求 心中有一个 稳定的 不变的一个目标跟方向 然后去努力 任何考验锻炼 都不会动摇 把握时光 因为诸言易改 年华易死 所以如果我们 能够把握时光 好好去努力 一定可以开出 美丽生命的花朵 真灿烂 好 好 我们就来分段了解一下 好 那个 王蔣师 寡欲定气 自圆仪 生命花朵 真灿烂 香气满 血把虫已 挤进山 寡欲精神爽 师多血气衰 寡欲精气神 能安定饱满 气壁足矣 这是有妙智慧的人 才能圆满 圆通 才能通达 才能做到 才能将自信修得 更圆陀 圆陀 观塑 如此 生命的花朵 惠命 才能开得灿烂 要花香 生命的花朵 迷满 要把虫已 与生 性命无益处的 这些虫害 极力 尽力的删除 好 修到重点呢 就在于 要能够清心寡欲 因为 欲望 是启动我们 原来彼此的生意 这六事 成就六根六成 也就是 变成六贼 主要的来源 就是这个欲 欲望的动力 所以要能够清心寡欲 寡欲定气 自言以 这样才能够 发出真智慧 那一个就好比 在耕种心田一样 要开出生命的花朵 那个非常灿烂的生命花朵 得要从自己的心田来耕耘 除杂草啦 拨真理的种子啦 杂草就好像我们的那些 妄念呢 欲望呢 那些不该有的执着啦 去掉之后呢 用真理 那个真理的种子啊 如果能够拨在心田当中 开始给予灌溉 慢慢的 自然而然能够芬芳 生命的花朵开放 这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虫蚁啊 虫蚁就是 那些会让我们 修办到过程当中 那些考验锻炼 有时候会腐蚀我们的心灵 所以要很小心 要把那个 对性命无益处的害虫 给去掉 极力 尽力的删除 宝圆 大爱存经 福慧广 心知田园 众至善 见功德 此生善用到气端 如果内心的慈爱 存而清专 则福慧双修 将是广大 无边的 要将自己内心的 田地种下 至善的德行 建立功德 善用此生 直到三寸气端 好好修信了命 好的 耶稣圣人最大的 给我们的启示 就是那一份大爱 大爱存经 最后呢 那一份大爱的最高点 就是牺牲自己 定在十字架上 为众生来赎罪 只愿众生能够得救 那一份慈悲的大爱 是非常非常 纯经 纯经 就是付出大爱 不求回报 那一种 只愿众生得离苦 不求自己的安乐 那样子的一个 那种大爱的专精 这是我们白羊天使要学习的 这样子呢 就可以把心中那一块田园里面的杂草 通通去掉 只有用大爱 才有办法 用慈悲心的付出 才有办法 把心中真正的 无名的执着 通通去掉 这样子 见功德 才是真功实善 真功实得 此生善用到其断 所以善用是用什么呢 用我们自己本质具有的 那一个佛心本性 从内在的佛性发出来的那份佛心 那一份慈悲心菩萨行 才有办法真正做到无相不虚 才能成就真正的见功利得 这一段过程呢 要好好的去实践 直到三寸气断 好好的修行了命的意思 好 我们请录解 一本自成安生法 不记不求礼外安 无分乱 安静之中做一番 反着自成不邪 来安生利命 遵行自成之道 这是不变的法则 且淡薄无求 不作非分之事 理理外外 与内无外 有心 不心 都能身心安泰和顺 身心不纷乱 能调伏此心 物其所当之于至上根源 心不为外物所动 则心怀一平 并清静而自然 处事自然而终结 在这之中 好好做一本事 事工 好的 耶稣圣人勉励我们 其实就像我们常讲的 如果要启动我们的真主人 需要有那一份真诚的动力 所以要一本自成 安生利命 才有办法 开启 开动我们那一份真诚的心 很重要 有那个动力 那这种自成之道 他必须从自己本身 内在 发出来 也是一种自我的要求 那种 淡薄无求 不作非分事 理理外外 内内外外 无形 有形 都能够得到安顿 那个就是一份自成的心 发出来之后 自然而然 就有那股力量 除了安顿自己 也可以成就众生 无分乱 这种分乱 当然是 自己心的调伏 当然也有 心有时候也会有分乱 胡思乱想 心的调伏 有时候比外在 分乱的调伏 还要困难 因为我们常常控制不了自己 但是 一旦有那一份自成的心 发出来之后 自然而然就有一份调伏的力量 所以这里的自成心 就有点像我们讲的菩提心 发菩提心 如果能够守得住 那个是成佛的动力 也是我们实践的动力一样 那个动能 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 那个心就能够安定下来 因为有一份真诚 所以定静之中 做一番 所以心能够定 能够静 自然能够清清静静 明明 零零明明的 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不会呢 想来想去 一会儿就一会儿呢 心无定向 人最怕就是这样子 虽然有一份心想做 但是呢 心定不下来 不知道应该往哪一方面努力 目标方向要很清楚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 一开头 老祖师就勉励我们 实践大同的理想 可以当作一个人 修炼的最好的 那一个目标方向 借这个来成就 来修炼自己 来成就自己 同样的 我们有一个目标方向 自然而然心就定下来了 再配合那一份真诚的动力 那可以建一番事工 是没问题的 那我们请叶力讲师 读炼意识之把握 内外兼修肯方伴 习年皇 芬芳必争天心欢 美貌意识 时光飞快 要把握当下多行功了愿 内陪德 外行功 一体两面 均要兼顾 符会双修 打帮助到 修半道 珍惜光阴 修到半道 将来了道 成道 则生命的花朵香味 必定万肚流芳 芳香绵延 内心欢喜 因无愧天地 而伐喜充满 诸炼 就是美好的荣源 意识 意思就是说 一切美好的东西 其实都很快 就不见了 所以诸炼意识 意识 所以 这边讲的是什么 就是要懂得把握佳光 把握一个最好的时间点 请努力 那该怎么努力呢 不是努力赚钱 也不是努力去追求民 利 而应该 好好的先从自己 里里外外 内外兼修 这种内外兼修 就包括修自己的心性内德 也包括成就 就是所谓的修半道 最终能够成道 那样子的一个过程 当然是需要很多的学习跟帮办 好 如果做这样的努力 又懂得把握时间 珍惜年华 去努力 就好像一开头讲了 那块心灵的田地 种下真理的种子 努力去根营 去播种之后的根营 努力 终究会有所成 一定能够万古流芳 开出生命的花朵 芳香绵延 内心欢喜 当你看到 生命的花朵 散开的时候 你内心一定会非常的欢喜 而且会觉得无愧于天地 就是 意思就是说 来到人间这一趟 你不会觉得有所遗憾 而且能够发喜充满 好 那我们感谢 谢谢耶稣圣人给我们做最后的这一段 圣训的讲的一个结尾 那我们接下来 要来到我们的白话训 这个白话训呢 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地方 你这个本宴是落脚点 人与人的双层性交流 好 今天呢 我们要接下起 好 这一段 来 俗间 当事大 生不可测 人之心 若不能正 量若不能大 只停留 肤浅 恶恶 意识观感 而不自觉 之内在 潜意识 潜沉 潜沉面的自我 那将永远停留在 小人阶段 道辟则水 人之于道辟如 提成 勾起 川江 湖泽海洋事业 除泽自于水 游人之于道 小可以日出 而 大可以 片满各地 道是大 生不可测 故大人 民难不够 以其自立 此乃民乐 北院之 落脚点也 好的 这里讲人 之于道 就看我们的发心 发心越大 将来展现出来 道之大 就可以生不可测 发心的大小 就好比这边 挤了比翼 如提成 提成就是 鸟兽的野兽 野兽那个脚 叫做提 就好像牛 有一个 提 它踩在地上 就有一个脚印 那一个小小的脚印 下雨天 一下雨 以水 就 沾满了 这整个 这个 牛的 所踩的 那个脚印 这个凹下去的地方 就这样 小小的一个 那代表什么呢 代表 如果你的道 的发心 就这么一点点 那它成就 就这么一点点 那沟渠又大一点 沟渠就是 像小水沟这样 那江河又更大 然后 湖泽那更大 海洋 哇 那就是大海 一样的 那么大 所以这里呢 就是看我们的发心 人之于道 完全看发心 就像 五者之于水 就是这 前面讲的这个 提成了 勾局了 江 川江了 福泽了 海洋了 这五者之水 水量的多少 就看我们的发心的多少 所以 如果太小 太阳一出来 就干渴了 如果 够大 哇 那可以遍满各地 像大海一样 那我们知道 大海为什么能够成极大 因为他谦卑低下 所以一个人 越谦卑越低下 越能够成极大 叫做 纳百川 以成极大 那如果我们的 格局不够大 人之于道的发心 不够大 就像这样小小一个 那我们将来的成就 也就是这样子 甚至呢 太阳一出来 一照 就干掉了 所以这里的 米勒的 本院的落脚点 是希望我们能够 先有 力气大 将来才能够成其大 因为米勒本院 那是一个 非常非常 伟大的一个 人间净土 的实践 不是一个小地方 就是说一个 小家庭的净土 或是一个 小地方的净土 或者是一个 国家的净土 不是 它是一个 应该 前宇宙 米勒净土 说不定 不只是在我们 沙坡世界 这前宇宙 只要有人的地方 老祖师都愿意 让这些 有人的地方 能够成就净土 这是何其大 所以我们也要学习 心量要够大 心量大的人 他的包容力就大 将来成就 当然也就大 也就多 好 接下来要讲的是 抗力点 我们请述如 迷了本院之抗力点 极限的超越 难以着极限所在 当知一个人 行功立得 其成就 深浅高下 就看在他是否 超越极限 在自己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做的事 虽然为了道 但功德小 因为对他而言很容易 在自己力不能及的 但为外做的事 既是为了道 功德大 因为对他而言很困难 大家自己思考反省看看 自己是做义行道 还是做难行道呢 好 我们常常说 我们今天所处的一个时代 是一个极限的时代 什么是极限的时代 很多事情 我们都把它做到最极致 其实 我们佛佛老师告诉我们 就算你来到你认为的最极致的 你还是要去超越他 不要被他限制住 因为米勒本宴 是没有所谓的极限的 他是永远都在超越的 就像一个人的愿 不是说你立了愿达成了 那就不用再做了 那永远后面都有更大的愿 要去成就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 我们就不断的要去努力 那个愿力不断的越来越大 这样子 好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需要有很大的抗力点 这个抗力点是什么意思呢 抗力点就有点像 当我们接受考验锻炼的时候 那个毅力跟结心 抗压 抗压性 抗力点就有点像抗压性 不过这个 为什么用抗力呢 就是说 这个抗力就代表 能够发挥很大的潜力 就好像你给我一个支撑点 我就可以把这整个 很重很重的东西给移动 那个杠杆眼里 大家都听过 我只要有一个支撑点 那个力量就会变得很大 就好比说一个人 他已经储备了很久很久了 包括道学 还有大物的参办 各方面 其实他已经累积了很多的经验 还有愿力 能力 各方面 而且 也都 该学的都学了 而且 那个涵养 内的涵养 各方面都十分记住了 可是呢 他没有一个着力点 没有一个点给他 没有一个平面的 我们讲的平台给他 去发挥的话 他永远还是一样 就是在那里 有一天 给他提到了一个点 就好像给他的一个杠杠的支撑点 你就会发现他爆发出来的力量 是非常大的 有时候人就是在找这个点 但是这个点呢 怎么来的呢 他是需要经过一些自我的充实 储备 锻炼 磨炼 人有时候 就在等那个着力点 那个抗力点 找出来 就像江子牙道八十岁出山 前面八十年其实都在做准备 人有时候需要有这样子的能力 跟那一种自我的要求 当那个点来了 就是我们要超越极限的时候 好 那个极限就会做最大的发挥 以及最大的超越 好 所以这个抗力点 来 王讲师 能超越极限的只有自己 人总说 愿上帝的旨意成就 但只要那是你无法预期 不可想象 无人为力的 您还是能愿让上帝的旨意成就吗 或者是怀疑他 否决他 其实上帝只会给予你的极限 却从不会超乎你的极限 能够超越 超乎自己极限的人 只有自己 所以刚刚讲的 上帝呢 他不会给你这样子 不会帮你去超越你的极限 他还得要看你自己 但是上帝能够怎样呢 能够给你一个 一个点 那个叫做抗力点 也叫做 我们叫做杠杆眼里的那一个点 那个着力点 也可以这么说啦 他可以给你那个机会 这个时候就要发挥你的 超越极限的能力 比如说一个人 他目前处在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看起来好像 很难有所作为 可是呢 有一天 当他有了一个着力点的时候 哇 那爆发出来 就超越他 你现在看到了他的极限 那种感觉 超越很大很大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做好了准备 他一直在做准备 在做储备自己 所以到最后并不是上帝帮他去超越极限 上帝顶多是给他一个着力点 一个抗力点 让他有机会去超越 去成就 至于说 上帝什么时候给这个点呢 无法义取 也不可想象 所以你永远都是 只能说 好 我做好准备 我不断的在做准备 当然也不断的接受磨练 等到那个点来了 你才有办法 把握那个机会 去做最大的花卉 那我们继续来读 那个保元 激发与承担 你并没有解救全世界的责任 也不必负担 寻找所有问题的解答之难题 你所要做的只有 只是激发 你所遇到的每一人 每一世的向上之机 当人人都能照料好这宇宙间 属于自己独特的那一角时 世界就在救他自己 此乃迷恶本愿之抗力点也 所以这个抗力点非常重要 这个抗力点有一点 像是激发自己 激发别人的那个点 激发就好像激励自己 开花潜能 把我最大的能力发挥出来 依照现在科学家的研究 还有人其实有很大的潜能 只是没有被激发 人一辈子 我们的智慧能量 大概只用百分之个位数 在百分之十以内 还有百分之九十几都没有被激发出来 这里也有点类似那样的意思 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懂得激发自己 二方面我们要借着激发别人 来更进一步的激发自己 就好像我们常讲的 你成全别人就是成全自己 你度别人就其实在度自己 所以有时候要找到那一个着力点 也就是说要照顾好 属于自己那个独特的那一角 从那个点找到了那个点去发挥 这里有点像什么呢 就是说有一天我如果找到我的砖厂 去发挥 其实在道场是一个多元发挥的 每个人把自己的专场发挥出来 那个就是一个最好的着力点 抗力点 也就是激发自己激发别人的一个 最重要的那个点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场 在道场就是各自发挥自己的所长 努力的把自己的所长发挥出来 贡献给众生 贡献给这个未来的 我们要成就的这个人间净土 去努力 并不是说我们一个人就有办法了 因为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所长 都找到那个着力点 都努力去做 包括自己激励自己 也激发别人 这个就是米勒本宴之抗力点 也叫做激发以承担 好 最后这个抗力点还有 还有几个我们下次再继续谈 最后还有着力点 那我们下次再来谈